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部分的内容 在这里我们会讲到视觉营销它推广的一个尺度 以及一些过犹不及的车祸现场 在视觉营销推广尺度这一块 因为其实尺度是一件我们心里就必须有感秤的东西 因为你的视觉营销其实有可能会决定你企业的存亡 你的视觉营销做的好 当然就可以让你的企业走到全世界各个角落 但同样的你的企业做的不好 可能你连这个城市都出不了 整个企业就会倒闭 这并不是在危言耸听 我们在后面会简单的给大家提一两个案例 而那个车祸现场这一块 就是我们的视觉营销如果做的太过分了 它可能会是一个笑柄 我们也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往后看 视觉推广的尺度决定了一个企业的上限和下限 因为我们知道视觉推广的基础是视觉刺激 视觉刺激的意思就是说 我看到那个东西了 它就刺激到我了 我没有看到 那它就是不存在的 可是刺激是会带来曝光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好看的视频 它可能播放量有几千万几百万 我们都会去看这个视频 但这个视频的内容也就是它的尺度才会决定它的存亡 我们经常会看到网上有很多昙花一现的视频 这个视频可能一夜间几百万的播放量特别火 第二天到哪都找不着了 那就是它的内容 它的尺度出了问题 还包括一些很大的活动 比如说某个共享单车 它就是因为做了一次不合时宜的营销推广 所以整个产品融资黄了 产品也下线了 到现在就是真的是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 所以大家在做视觉营销推广 或者是自己带着团队 让团队去做视觉推广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尺度就是一切 我们要把自己的价值观立得非常的正 我们不能去做一些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东西 我们必须要把积极正能量放在我们的第一位 我们要把合理合法放在内容输出的重要位置上 哪怕是一个图片 我们能不能打色情擦边球 不能 哪怕说它效果会很好 但是不能 那能不能去做一些不合时宜的歧视类的笑话呢 也不能 因为这样的视觉推广 哪怕这个海报转发的到处都是 但是到最后的结果 可能你面临的赔偿 或者是你面临的舆论压力 会比你所收获的这些曝光要严重得多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尺度 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然后后面我们去讲一些轻松一些的 一些过犹不及的车祸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摇摇车 二三线城市 三四线城市 很常见 丢一块钱 小朋友就在上面 玩个十几分钟 家长就在旁边 看着孩子打电话 又能安安心心地把事给谈了 也不担心孩子走丢 发自内心地说 这摇摇车也真是丑 我又是一个做品牌的人 内心又很不服 去潮汕找了一个坐摇摇车的老板 我说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个做得这么丑 是咱们技术手段不够还是怎么着 他给我的答案也让我很意外 他说小朋友 他们就喜欢看到花花绿绿的东西 其实小朋友是不在意他好不好看的 只要看起来像 小孩子能认出来 他就会玩这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喜洋洋 你可能觉得他很丑 但是小朋友能看出来是喜洋洋 小朋友是要跟喜洋洋玩 不是要跟精修版 美图秀秀版 或是PS版的 修得很好看的 网红版的喜洋洋玩 他只想跟喜洋洋玩 我只要做一个 长得像喜洋洋的东西就可以了 放在那个地方 他又能赚钱 然后我成本又不高 我也可以省掉去设计他的心理 那个老板他是没有上过学的 他并没有去研究过什么视觉 他也没有做过什么相关的培训 但他居然能够很直接的揣摩到小朋友的心理 这个是让我也感觉非常震惊的地方 不过我还是其实挺希望这样的老板能够多拥有一点点的善良的心 因为小朋友其实在成长的阶段 还是需要看更好看的一些东西的 就是我们在赚钱的同时 稍微也把这个审美的能力给小朋友提高一点 别让小朋友们起点就低了 看下面这个案例 下面这个案例曾经入选了全世界最丑的网站 位居榜首 当我看到他的时候 瞬间我就崩溃了 红黄蓝绿紫 什么颜色上面没有 什么颜色上面都有 各种各样的字体上面也有 然后还有不同的素材 圣诞老人都在上面 我天哪看到真的是一团糟 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设计师的那些经常用的吐槽词 就是logo不能再大了 五彩斑斓的黑其实不好看 你不要再让我往上面堆素材了 字真的太多了 对在我们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觉得够了 虽然我们能够记住它 还是这网站真的很丑 但是我绝对不会在上面消费 那我们在做视觉营销和推广的时候 也就很明确了 我们要做的是一个让大家记住的 而且它得是一个相对好看的东西 否则它没有办法对我们后续的 企业的盈利情况或者是经济情况 负任何的责任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 就用很丑的东西做出了很棒的营销 这里给大家放了一个反其道而行之 赤手空拳做推广的一个案例 它是我的偶像真妙老师做的 给苏宁818做的一个营销活动 一个是地铁广告 一个是大楼的楼梯广告 价格都很贵啊 坐地铁的时候经常看到 地铁里贴满了设计精良 非常美的海报 或者是素材 我们看到明星 一脸笑容 就是很开心的去推广某个产品 或者是一个产品设计非常精细 上面会有一句让你记住的slogan 疯狂的投放 但是苏宁818 真妙老师做的就没有 没有明星 没有产品 甚至连配色都没有 我的天哪 就几句话 设计师去相亲了 老大让我顶一下 不会做设计 打字吧 真的太便宜了 快来买 这一个营销 当时对苏宁的 营业额的提升是非常大的 但是也因为这一个打法 非常容易复制 所以在真妙老师做过之后 淘宝店 现在我会看到很多淘宝店 都在用这个套路 就直接写 良心产品低价售卖 但是逐渐逐渐的 这个套路就不怎么管用了 因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是勇士 第二个可能是跟风的 第三个 第四个可能也是做尝试的 但是第一百个 第一千个 可能就没有任何人 会觉得它有意义了 因为这么做的人太多了 所以说在我们 如果能够跟真妙老师一样 有很丰富的经验 还有很强大的创意 去不做好视觉营销 也能做推广的情况下 可能我们不需要去考虑 一个视觉的体验 但是当我们不具备这样的资源 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的时候 我还是建议大家 老老实实的 去把视觉营销做好 做好看 做美好 做让人一看就觉得舒服的东西 总比做一些 让人感觉难受的东西 效果要好很多 那到这里 我们的第二部分也讲完了 第二部分 前面是听起来比较 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沉重 又可能跟价值观 尺度会比较相关 但是后面相当于都是一些比较轻松的案例 虽然说案例可能比较轻松 但是大家还是要把我们想表达的 一个关于设计 关于视觉营销 它的重要性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地了解到 我们马上就进入第三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点赞 转发 点赞 转发 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